哈喽 Nancy可以先简单的介绍一下 自己的学术研究方向吗 以及你为什么会选择研究商科呢 好的没有问题 我自己的话 就是我选择研究方向 是中国的商业孵化期 就是不知道是不是了解 就是这个商业孵化期 就是它基本上就是为了创业者 它给创业者提供一些资源和支持 防止他们在创业的初期 然后就失败 所以孵化期的话 简单的功能就是这样 然后我自己的博士研究内容呢 是跟孵化期的绩效评估和管理相关 就是我们知道像任何的公司 它都会评估它的表现或者绩效 那么孵化期作为一个公司 它也需要 它有这样的需求 但是往往在创新创业 我们平时在看的研究里面 它更多的是跟创业者 或者创业公司相关的绩效评估 那么我觉得当我发现 这里有一个就是需要被研究的口的时候 我就认为 实际上下孵化期应该把这个 作为他们管理的重点 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一开始 选择了这个研究的方向 然后至于为什么选择中国呢 一个是因为我来自中国 我对中国的这个创业的环境也更加了解 其次呢 中国是就是近期 它近几年 或者近十年 它发展得很快 它有很多的初创公司 尤其是这些科技相关的初创公司 他们在就是快速的崛起 所以说以政府主导的这种商业孵化期 或者是我们说的创新园区 它的这个体量就很大 但是我们看外国的研究也好 我们发现其实对于中国的了解并不是很多 那么基于这个商业孵化期 它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性质 所以说它会有很多多元化的服务模式 所以我认为 就是我们看中国的这种运营模式也好 还有它的服务模式 我们可以对就整个孵化期的这个学术领域 有更多的贡献 所以这是我为什么选择就是做这个研究的理由 然后呢 对 然后我就像我刚刚说的政府 其实中国政府在大力支持和引导这些创新创业的项目 然后呢 所以这也就为了 这也就为更多这种孵化期提供了更多就是广阔发展的前景 因为不管是我们这种私有的孵化期也好 还是公有的 我们都知道政府主导的我们就要跟着政府的方向一块前进 对吧 所以说我认为就很多东西很多领域我们可以探索 所以这就是我大概的研究方向 后为什么要选择研究这个 然后据说到机缘巧合 为什么我开始对这个感兴趣呢 这得回顾到我在读本科的时候 我做了一个这个叫实习 然后我当时是在一个投资公司实习 然后有幸接触到这个投资公司 他们有自己的一个孵化期 然后我就去了解了一下 其实我认为就孵化期的存在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东西 它不光是从投资的角度去看 你可以投一些项目 但是它更多的是可以帮助这些小的企业生存下去 所以说我认为从这个角度来讲 它也是很有意义 其次在你看各种各样的项目 或者在帮助他们的同时 你也可以对整个行业有更多的了解 你知道最近有哪些新兴的项目 或者说新兴的技术正在发展 所以我觉得就对于个人而言 是一个非常好的学习的这种机会 所以说这也是为什么我当时选择 要做这个就中国商业孵化期的研究 那你研究的这个 因为我刚才听你讲这个我觉得非常有意思 然后你也提到了科技的部分 所以你的研究方向就是科技的这种孵化期对吗 对主要就是科技公司 因为最初的话 孵化期的存在就是服务于这些科技公司 当然我们现在也有所谓的这种线上的孵化期 比如说我们说的什么网红孵化期 还有更多就不同类型的 但是我们说到最原始的话 就是它一开始是为科技而服务 因为你想最初的小企业 他们可能没有这种实验室 或者没有足够的资金 那么他们的项目就没办法进行 他没有办法比如说我们说医疗的这种 器械公司也好 他没有办法进入他的临床 因为他就是没有这样的资金和资源 所以说我认为科技性的孵化期就是更 它的这个应用性更广 所以这是我大概研究的方向 对而且就是中国的科技行业 应该就是一个向上的一个句式吧 虽然我也不是很了解 但是我觉得听上去非常的有意思 那我想知道就是因为我们之前聊天 然后我也知道你一直都是在读书嘛 我就想了解一下为什么你会选择就是一直 包括现在读博士都是在研究商业 然后一直选择读书是是因为什么呢 这其实就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了 因为其实我刚开始的时候 我在我读本科或我读研究生的时候 我也没有想过自己会读博 只是从小呢 家里人也会有这样的鼓励 就是说啊 在我们这个学习领域的就是最高的一个等级 不就是博士嘛 如果说有没有可能性去攻读这样的一个博士学位 其实当时我自己没有这么大的就是报复 我只觉得啊 走一步看一步 但是到后来 就是我认识了很多就博士的这些朋友 我发现其实他们对于自己擅长领域都非常了解 我相信这就是他们就是因为他们读博士 他们就是深耕了某个领域 但是我觉得更重要的是 在这个博士研究的过程中 他们建立了这种独立思考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因为我相信就是博士研究 因为很多人都是在看自己的这个小小的领域 所以你更需要的是自己就是主动的解决一些问题 就没有人会帮助你 因为可能世界上或者说某个国家 只有这么几个人在研究这个方向 所以我认为在个人挑战上 读博士是一个很有挑战的事情 所以我当时我觉得还是很不错的 然后第二个理由呢就是 当时我读博士的时候正值是在疫情 就那会儿我也发现就是找工作很难 因为那会儿我刚刚就就是研究生毕业 就找工作也很难 然后你可能投了广伐网 投了很多简历也没有人回应你 然后那个时候正好我就知道了我的导师 他也就给了我这个机会 就问我有没有兴趣读这个博士 然后我就做了一些更深度的研究 我就发现其实也何尝不可 对吧 就是我认为如果一旦开始工作了之后 你很难找一个这么完整的时间 去真的认真研究或学习一个事情 所以说当时也是家里人的鼓励 就觉得你反正都已经读着书了 你何尝不就继续读下去 反正一口一鼓作气 把这个事给完成了 对然后对这就是当时 你是因为有家人的鼓励 然后另外一个层面 我觉得读博士的话 可能会给我自己一些更多 就是在就业上的可能性吧 就比如说我们说到的 你读了博士你可以去高校 比如说你可以进入学术界 或者你也可以进入业界 就是我们现在都知道 对更多的选择 我觉得这个是 我觉得另外一个方面 我为什么会选择继续读书 我觉得特别好 就是你的家人可以给予你这个支持 因为我觉得很多 反正我身边好像很多的那个家长 他们都会说你别就是一直读书了 快点工作吧什么的 那我所以我觉得你还是挺幸运的 那就到了下一个我想问你的问题 刚才你有提到一点 就是说之后的选择会变得更多吗 那我想问问就是你接下来的计划是 比如说你读完博士之后是想继续在学术领域研究呢 还是想去就业这样子 其实目前的话我没有一个特别清晰的规划 所以说第一步当然是先完成我的学业 就是我能够顺利毕业 然后我们再说之后具体的发展 那无非就是两个方向 要么就是继续留在学术界 然后另外一个选择就是比如说进入业界 我觉得这个得看到时候的机遇 因为我不否定就是在学术界的好 可能大家都觉得学术界我可以更加深入的 就继续专注我这个领域 然后做一些学术 然后包括我们说大一点的就是教学 我可以把我自己获得的知识 或者我的研究传授给我我的后人 或者说对后面的学生有更多的启发 当然这就是进入了学术界 但我认为其实进入业界也是一个很好的方式 因为就是已经在象牙塔里待了这么多年了 你总得把自己学到的东西和技能 在社会上给运用出来 然后就像我刚刚说的 如果就是读了博能够更有竞争力的话 那我还是愿意去尝试一些就是业界的这些工作 然后就像我刚刚说的中国 其实孵化器这个产业它是在一个新兴产业 它现在是有很多的机会 我认为这也何尝不是一个对我自己的 就是机会去 就比如说进入中国的这种孵化领域也好 或者说哪怕进入这些高新区啊 这种我认为都是有可能的 所以我现在没有一个特别的计划 就是走一步看一步的状态 那所以你之后也有可能会选择回到中国来工作发展是吗 我还以为你会想要一直留在英国 我觉得因为我来了很久了 我觉得我还年轻 我认为可以在中国继续拼搏一下 以及其实这么多年也远了家人 我觉得这个是更主要的问题 就我还是想要在我有能力的时候 跟家人都待在一起 我认为英国它是一个非常好的国家 但是我觉得可以考虑以后吧 而且基于我自己研究的方向 我认为就是回国发展会可能性更大一些 以及我更能就是应用性更强 这是我的认为 我大概是这样的想 那也很不错其实 而且你因为你的方向刚好就是中国的方向嘛 其实而且我觉得科技方面 国内确实还 我包括我自己认识的很多 在英国做科技行业的很多朋友 他们也都选择回国了 对确实是 这一点来讲 我觉得国内的机会更多 因为它正在发展 它需要这样的产业 或这种新的科技 去跟别的国家竞争 但是对于英国来讲的话 它已经是一个发达国家 所以说可能上升的空间就更小一些 这是我的片面理解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身边很多朋友 包括做工科的呀 或者是做这种 做什么生物呀 跟医学 他们如果要创业的话 他们会回到国内去创业 一个是可能国内的资金 这种就是补贴政策很多 现在不是鼓励各种企业 在某个比如说省份落地 然后会给补贴 这也是为了 就是我们讲的内部循环 要把自己国家的这些科技也好 或者这种能力提升起来 这样才能够实现这种内循环 对我认为国内工 好专业呀 没有没有 我认为国内的机会 还会很多的 那你现在是还有多久读完博士呢 现在是第几年 现在是第三年 应该还有一年半吧 如果幸运的话 一年半就出关了 加油加油 谢谢 好的我没有什么特别 还其他的问题 嗯 好的 那就换我来问你了 好的 来吧 好的 让我来 找出我的问题 好的 刘 嗯 嗯 好的 那一旦你可以 因为 从我们之前的聊天 我们有听到你是有自己的公司的 也是在英国这边开始的 所以你可以简单介绍一下 就是你的公司是比如说做什么的呀 然后一些简单的背景信息吗 好的 嗯 我的公司叫做YD Music Marketing YD就是我的名字一单 嗯 然后其实这个名字就是很直接的告诉大家 我的公司就是做Music Marketing相关的东西 然后主要其实它是成立 我有这个想法的时候是在2020年 然后到现在也有快三年的时间 嗯 那它主要的业务呢 就是嗯 是一个中英音乐的这样的一个沟通 然后我主要是负责把一些英国的艺人 他们呃在国内的宣传这样线上的一些宣传的工作和代理 然后以及那我之后还会想要把一些国内的艺人呃在英国 包括在欧洲的一些宣传 然后演出这样子 嗯 大概就是对做这样子的东西 嗯 然后我目前也在做音乐节 然后还有做一些跟音乐相关的展览 嗯 就是音乐衍生方方向的东西会有一些 嗯 好厉害 听起来非常的厉害 因为我个人就不是很了解这些 我认为其实是一个 嗯 想必对于你来讲 你刚开始的时候也是很挑很有挑战 但是我觉得你现在只能把事情做起来 就已经非常不容易了 很多时候都是 不想要发电 不想理解 嗯 行 那你好 那你能跟我讲一下就是从什么时候 或者说从是什么样的机遇 让你想要创办这种音乐公司 想要做一个这样就是中英音乐这种桥梁也好 或者说帮助这些音乐人来更多的就是营销自己呢 嗯 嗯 其实嗯 这个可能就是要聊到我一开始就是来英国之前 其实我是有有过工作经验 然后才来到英国读书的 那在这个之前我其实是呃 在深圳电台做一名就是音乐节目的主持人 所以呢 在那个时候我就认识了很多的音乐人 包括就是了解音乐行业 然后我就觉得我对于音乐行业非常有兴趣 所以我在SOS的时候 我就呃 学习了一个叫做Global Creative Culture Industries 这样的一个专业 很强的一个名字 然后我选择了就是Music Pathway 那这个方向呢就是主要就是Music Business这些的东西 然后呢 那在SOS毕业之后 我觉得我也很幸运的就是去到了一家在英国本土的音乐经纪公司 啊那在那家公司工作的时候 我其实就是负责呃中国的业务 然后这家公司有一些英国比较老牌的音乐人 还有摇滚乐队 比如说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Sway的山羊皮 可能没有听过 但他们在 啊对就是呃 在摇滚乐里面还是算是比较老牌的吧 然后就有帮他们在做一些工作 然后我就发现呃 在英国的这个音乐行业 其实对于中国市场他们还是非常看重的 而且其实嗯 我觉得当时那个那个时候是18年的时候 其实几乎没有什么呃中国人在英国在做这个事情 嗯 然后我当时的老板他也非常就是对我很好 然后他把我介绍给了很多的就是音乐行业的人 然后就是大家也都会去跟我沟通交流 然后我就发现其实他们非常需要有一个人可以帮他们去做这个事情 嗯 所以我就在想说哎那我不如就是自己呃成立一个公司 然后来来可以就是帮不同的公司去做这个业务 那其实当时想的特别好 然后呢啊对这个就可能到我们的下一个问题了 嗯对反正大概就是这样子的一个一个契机 让我觉得啊我好像可以做这样的一个事情 嗯嗯 非常理解我我非常赞同你说的就是当你比如说有一个老板 他给你很多鼓励以及有这么一个机缘巧合你发现 正好有这么一个口你可以继续发展 对就跟我读博一样也是我导师他正好有这么一个机会 对我认为对我们大家都是需要这样合适的时机以及合适的机遇 然后才能开始我们的一些新的路程 嗯 行那对对你也告知了我为什么你喜欢在就是希望在这个在英国创业 嗯 那么下一个问题就是对像您刚刚提到的有什么让你印象非常深刻的困难吗 在你创业的途中 对这个就要聊到就是因为刚才我也提到我其实最开始有这个想法的时候是在20年嘛 然后在疫情之前 然后当时我就是因为我非常喜欢英国的这个环境 然后音乐各个方面的环境 然后刚好我们学校就是会可以有这个startup visa的这样子的一个机会 所以我当时就是写了BP 然后有这样一系列的动作 但是这一切都是在疫情之前 然后我也其实我当时就很幸运 就是在那个疫情之前 他们就通过了我的这个 然后学校可以sponsor我visa 但是呢就是疫情就来了 所以呢这个疫情真的是对我的 这个公司可以说是带来一个巨大的打击 我觉得这个是我遇到最大的困难 因为最开始我是想做演出嘛 就是我想做中英的演出 然后把他们带来中国 把中国的带过去 但是因为这个疫情完全就是没有办法实现 所以在之前的两年 我几乎都是做只有就是线上的东西 然后那个其实也非常就是比较少吧 可能也就只有一两个艺人这样子 所以这个是我的一个最大的困难 但是好在现在已经算是结束了吧 然后也希望之后可以越来越好 那确实是非常好 对这个疫情确实给很多公司都带来了 这种类似的挑战 但我认为现在我们又重现光明 所以说我们有很多可以期待的事情 我认为一切都会好的 而且我觉得就是我非常感谢我的学校 SOS给了我巨大的支持 就是他们真的包括当时因为这个签证的问 也是遇到了一些问题 因为我那时候在国内嘛 然后反正也是弄了很久 但是最后好在这个事情顺利的拿到了 然后包括学校的老师们 他们也给了我很多的帮助 所以真的很感谢他们 对 确实就是人生难得遇到贵人 能够帮你把这些事情给解决 我认为是非常好的 因为我们学校有很多这种 类似于这种startup的visa 然后我之前的本科同学 他也有在申请 然后就是被reject了 所以我非常能够理解你 就是一开始他竞争非常激烈 但是你能从中变成佼佼者 证明您的公司是确实是很有实力的 谢谢 对 那么这就来到我的下一个问题 所以说你认为作为一个创业者 什么素质是最重要的 会认为他最需要具备的一个品质 其实我觉得我自己可能都没什么资格 回答这个问题 因为我我觉得我完全就是一个小白 就是我也是在那种摸爬滚打 但是我觉得就是我如果从我自己来说吧 我比较确信的一点 也是我觉得大家如果你真的想创业 非常需要的一点 就是你要很清楚自己的目标 并且就是不要因为可能受到一些影响 或者说你看到一些别人 不管是成功还是失败的案例 去影响自己的这个目标 我觉得这个对于我自己来说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那我其实觉得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点 但是这个点我自己做的不好 就是行动力这个方面 对因为我觉得我有些时候有点懒 因为可能自己创业的时候 你少了比如说不管是以前在学校老师的敦促 或者说你老板对你的压迫 然后你自己可能就会变得有一些稍微的懒惰 很多时候你可能就是那个动力有点不足 反正我自己是这样的 但我觉得你很多时候可能非常需要自己去自我的鞭策 然后可能self motivate这样子 然后你才可以去做到更多的 就是更高的那个程度吧 我觉得是这样子 对确实是 我认为你说这两个点可以用于所有的工作 包括我自己的研究也是 我也需要这个self motivation 不然就是没有人会要盯着你 因为这是你自己的事情 对吧 创业也是你自己想要做 这是你自己的公司 你自己的心血 所以只有自我鞭策 才可以就是完成很多这种事情 对 所以说 希望我们可以增加 对我们都会成功 那我的最后一个问题是 你想要对你的学弟学妹有什么样的建议 你刚刚已经提到了这些品质 我觉得非常重要 那比如说 你有什么建议 就关于申请这个startup visa 就是大概比如时间线上的呀 或者说哪些东西需要提前开始着手 因为我知道 有的人他可能没有提前准备 然后就会错过非常重要的一些事情 所以你觉得有哪些事情 是要提前开始规划的 那我先说 就是对于他们的建议吧 就是其实我身边 现在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最近身边有非常多 比我小很多的朋友出现 那我觉得可能 我看到 好像一个过来人 那我看到他们就是我会觉得 其实现在的很多小朋友 他们非常有热情和野心 但是我会觉得 其实很多时候 或许你先有一个工作的经验 或者说在一个比相对成熟的团队里面 工作一段时间 其实是可能会对你之后的创业更有帮助 因为我知道现在很多年轻的朋友们 他们就会马上 比如说一毕业就会想要创业 或者马上开始一个野心勃勃的事业版图 但是可能很多时候 理想和现实还是有一些差距 那我觉得 你在一个成熟的团队学习过 或者你跟 比如说像我们刚才也都提到 自己的生活中 有很多指引我们的人嘛 那你或许会遇到这样子的人 给你很多建议和帮助 那我觉得之后 不管你是想要在创业 或者是事业上有更高的发展 其实都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 就是多获得一些经验 那其次 就是再到这个startup的这个东西 其实据我所知 好像现在这个签证它又变了 就是好像现在它 好像没有了这个startup 因为我的那个时候 它是startup 然后变成一个innovator 然后是 对 它现在好像直接就是只有innovator了 好像没有startup 所以这个具体的 我也不是特别的清楚 但是它好像每年都在变 但是 Freda它给我的信息 我觉得其实 好像会变得更 就是 我觉得更怎么讲 没有那么以前那么复杂 这个东西 因为像比如说我的startup 它之前如果你想转成innovator 它首先资金上就会 有一个很高的一个 一个东西 你要达到 现在它把那个资金的需求 已经取消了 对 所以这个对我来说 是一个巨大的好消息 对 然后那它可能就是看 你的business 如果真的有这种潜力的话 可能它真的都可以 给你innovator 然后可以拿到永居啊 对所以大家就时刻关注那个 GOV 那网站 GOV.UK 对 天天都在那上面熬油 对 确实是 但我觉得不管 不管你是申请 就是innovator 还是startup也好 我觉得最关键是 你得把你的 就是商业的proposal 你的这个商业计划书得写好 因为我认为 不管你在哪个时间线 开始去申请也好 或者申请哪种visa 我认为你要是先把这个准备好了 它总是会好的 对 让你更加得心应手 因为我觉得其实 我知道很多朋友 就比如说他们毕业之后 很想留在英国 那我觉得如果你真的 就是很想留在这里 那比如说这个东西 startup for innovator 你竟然想好了 要留在这 然后又有这个东西 那就去好好的做 而不是说只是 哦好像我为了拿一个visa 然后我去弄了一个这个 但是我又没有去好好的 去做这件事情 那我觉得还蛮浪费时间的 其实 嗯 所以 对 要想好自己到底 就是这个商业的目标 然后到底想做什么事情 因为我觉得我比较幸运的 就是之前有那个工作的经验嘛 然后让我非常明确 那我就是要做这件事情 那如果没有了之前那个经验 其实我可能也很迷茫 我不知道我该做什么好 嗯 所以还是再次感谢我的前老板 母校 哦你的母校和你的前老板 对 对 值得是呢 有感谢 好的好的 行 这就是我的所有问题了 非常感谢你的分享 感谢您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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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您